在Run的時候,前面是預先宣告 實際上在運作的話,是在哪裏呢? 在UnreRune這個地方做 UnreRune這個地方,我們第一個取得定位裝置的名稱 所以透過這個地方,我們剛剛有宣告一個次串 一個location的provider 從哪邊取得呢?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有取得什麼? 取得這個Gate System Service 它是location service 然後呢,Gate 什麼呢? Best 這個裡面會有一個方法 叫Gate Best Provider 然後呢,New Criteria 就是精確度的部分 後面有一個參數True 你可以優柄放在上面,它會告訴你 有兩個參數必須要設定相關的精確度的參數 再來的話呢,更新時間設定 如果說呢,你希望不斷再更新的話 那後面的話,會有兩個參數 這兩個參數呢,都分為4為0 OK 然後呢,取得 再來就取得什麼呢? 取得這個定位的物件 那定位的物件這邊的話呢,我們取得一個location location的話呢,就可以作動了 那這部分的話呢,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取得這個location之後呢 那當我們的座標有改變的話,就會觸發什麼呢? 觸發on location changed 這地方 所以最後如果說,我今天傳送一個 這地方我傳送一個 這個DDMS 我傳送給它 假如說呢,我今天傳送的是 這個數字是超...在這個之外有沒有 那會寫是在東南科大之外 你不存在 會不會嗎? 但在這一個最終點